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说这个背阔机的例题啊 今天大家都回答正确,我们就下课 好,例题是E The command action in the什么呀 Glottahumor joint for Leitmus, Dorsey and Terra major 诶,谁帮我看一看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 Cum,通常,一看到这Cum就通常 这个词不是太重要啊,经常会出现 所以呢,也不用太纠结啊,这通常 通常呢,这个Action这动作,什么动作呀 一个鱼弓关节对于这个背阔机和大圆机的一个通常的共同的动作 啊,共同的一个作用 一起的,common action 一起的,共同的,通常的啊 这样的一个作用 鱼弓关节在哪 什么是鱼弓关节 什么是鱼弓关节,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肩关节 没有这么神秘,鱼弓关节说的是关节鱼,这个窝叫关节鱼 这Global就是它,Humor弓骨就是这个骨头,我们上臂这个骨头 所以说,弓骨和关节鱼,肩胛骨的关节鱼,他们俩组成的这个关节叫做鱼弓关节 就是肩关节 也就是说这道题呢,他是说通常啊,这个肩关节 背阔机和大圆机的共同动作是什么 那么实际上一看到背阔机和大圆机 大家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这两个肌肉动作完全一致 一看到这两个,马上就想,动作完全一致,还用去分析每一个吗 不需要了,对吧,就三个基本动作 都哪三个基本动作啊 Extension, Middle Rotation,还有什么 Adaption, ADD,就这三个,很简单 好,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一共关节重要,其实不重要 无论是哪里,这两个动作都一样 他如果要是换了另外一个肌肉 那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 但是,这两个肌肉出现了 不用想了,前头是什么前缀都不重要 因为完全一样 好,我们看看A,B,C,D 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符合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动作 A, Middle Rotation,外旋 不对,因为这他们做的是什么呀 是Middle Rotation,内旋 对吧 B,叫Flexion 做Flexion吗 没有,这两个肌肉不做Flexion 没有Flexion的动作,因为他们都在后背 C,Middle Rotation有没有 有,Middle Rotation,这个肯定有 最后一个,Abduction,ABD有没有 没有,应该是什么 ADD,Adduction 对吧 Adduction内收就可以 那所以呢,这道题很简单 正确答案应该是C Middle Rotation 好,第题是二 Primary Synergy 主要的,协同的 一个什么呀 背扩肌 Latis Milstorcy Perform 执行 Extension Adduction And Middle Rotation of the shoulder 给了你三个动作 伸展 内收 内旋 这三个动作,是不是这个背扩肌的主要动作呀 是,没错,就是它的主要动作 但是这道题主要问什么 主要的一个Sendergist的 协同 谁和背扩肌 协同 而且做这三个动作 大家想一想 大圆肌 一说到这个三个动作 一说到背扩肌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大圆肌 ABCD A叫做什么呀 Terminator 小圆肌 B Terminator 大圆肌 C Tribecius 斜方肌 最后一个 Infer Spanels 这什么肌 这叫 这叫港下肌 港下肌 Span 港 建家港的港 然后加上 Infer 下 港下肌 所以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B 大圆肌 当然了 它给你的是背扩肌 而且三个都是标准动作 所以这道题物容置疑就是这个大圆肌 如果要是给你其中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那么就要考虑一下 哪一个和具体的有限连 好 例题13 The letters Dorsi And the Illycorses The Lurban Muscle Share with what Common Attachment 这道题有点难度 我们看一看这道题的题目 问的是什么 谁能看出来 贝扩肌 Share是什么 分享 对吧 哎 分享一个 什么呀 共同的attachment 是什么东西 哎 ATTA看到这个附着点 对吧 一看到这个附着点 我们想想这贝扩肌 有多少个附着点 我们可讲过 昨天说过 有很多附着点 而且呢 它是共同的一个附着点 它跟一个肌肉 什么肌肉 这肌肉还挺长 这是什么呀 Lumber是腰 Elli是卡 Costle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累 哎 累 对 所以拼起来 这个肌肉就叫做 卡累腰肌 哎 对 这还不是胡说八道 还真有这么个肌肉 在这 你看一看 这个 哎 就这个 卡累腰肌 哎 对 像胖空精一样 这么一大长串 哎 很长 很长 很长这么一个 从头到尾 啊 学过这个经络 都知道 这跟胖空精似的啊 好 就是它 好 大家看这个位置啊 你再看看这个 你再看看这个啊 我们看他看这个卡累腰肌 也知道在哪儿了 他们共同 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看看他给了四个 答案 分别都是什么位置 A 叫做 spam process of the last 6th Thorical的verbal 这是哪里啊 脊椎啊 最后的六个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 脊椎部分的 胸椎 最后的六个胸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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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呢 叫posteral surface of the ribs one to tail 这是什么 后面的表面的肋骨的一道是二 C 这是什么呀 Torlember hypnosis 这个叫什么 我讲过这个词 说这个 背阔肌跟它有一定关系 还记不记得 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还记得吗 对这个东西叫胸腰筋膜啊 在这儿 这个白白的这个东西啊 这胸腰筋膜 在这儿啊 它是从胸部也有 腰部也有 这么一个东西 好最后一个 Ligment 啊 Nutral 这什么东西 哎 镜像韧带 啊 镜像韧带 你看一看 这镜像韧带 就这个 啊 白白的这个 镜像韧带 啊 这个 啊 这个就是镜像韧带 就这一段啊 这些专有名词一定要知道啊 这些专有名词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没有办法判断 你不知道说的是 好 那么大概的都知道了 我们猜一猜这道题 应该是选谁啊 好 熊腰筋膜 啊 熊腰筋膜是对的啊 C选下 啊 熊腰筋膜 为什么熊腰筋膜 第一呢 这道题呢 其实有一个肌肉啊 我们非常不熟悉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小众肌肉 几乎没有出现过 但是 根据它的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判断 它是一个很长的肌肉 横跨了哪里 腰 肋 和卡 对吧 腰肋和卡 非常长 它 先扯到肋骨 先扯到卡骨 先扯到腰 是这么一个 很长的一个肌肉 背阔肌 在哪一段 在这一段 对吧 在这一段 在腰部 背阔肌实际上 它主要是在腰这段 因为它是这个 胸椎第七 一直到这个腰部 好 那么它首先 它说它是这个 最后六个胸椎 这是有可能的 这有可能的 在这 如果要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 肋卡腰肌 我们会猜 这跟它有关系 但是呢 这个肌肉 它有一个什么字 有一个 肋 既然是肋骨 我们想想 它是不是就 离开了正中间的这个 椎体 如果要是它附着在椎体上 它不能叫肋 什么肋肌 大家想想 这个肌肉的命名 它是有道理的 它不是瞎命名的 它必须是附着在这个肋骨上 它才叫肋 肋什么肌 如果要附着在这个 我们的脊椎上 它叫什么 追什么什么什么 span 什么什么 所以呢 根据这个 只是怀疑 不确定 有可能是 更有可能不是 B呢 它说是第一到十二肋股 这个倒是有可能对掉这个肋股 Custle 但是 这个附着点和我们的贝阔肌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虽然这个肌肉 这个叫卡类腰肌 这个肌肉 我们没见过 但是贝阔肌我们熟 B选项肯定不对 好 我们再看C选项 信号筋膜 在讲概念的时候讲过 哦 这个是我们的贝阔肌的复说点 这已经讲过了 和这个贝阔肌有明显的关系 非常亲密的关系 而且它是一个烤点 所以呢 它可能性很大 最后一个递选项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是 净枪韧带 在脖子上 肯定不对 所以其实这道题 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题目 它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肯定认识这个单词 而是通过这个每一个拆分 你能够知道这个肌肉的位置 从而排除掉不正确的选项 所以啊 就是做题是为什么 大家一定要学习这种分析方法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字 所有的肌肉 所有的谷歌 所有的位置你全记住 全认识 那当然了 你说我就是学一 我非常这个仔细的念每一个肌肉去学 那是可以 但是大多数的同学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去分析它 你只要掌握了这个分析的技巧 你很多的这个题 你都可以把它裁出来 所以这道题根据这个判断 第一 熊腰筋膜 是背阔肌 不容置疑的一个附着点 第二 熊腰筋膜是一个考点 我们强调过 第三 的确 它和这个 腰有关 鱼卡有关 熊腰筋膜就在我们后腰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道题为什么要选这个C 好 例题14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muscles are middle rotators of the humor 哪一个肌肉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哪一个肌肉是内旋公骨 这个大家要注意 有的时候用这个 middle rotation middle rotator 还有的时候用什么呀 internal internal rotation internal rotator 这个都是同一个意思 都是内旋 你要知道这一点 别猛头 看到这个middle的多了 就只认识这个middle rotator 这个internal不认识了 可不行 好 哪一个肌肉 做内旋公骨 给了四个选项 A Inferspanis and Terraminer 小圆基和港下基 这两个做不做内旋 这两个不做内旋 这两个不做内旋 这两个都在我们后背的后面 跟内旋没关系 绝大部分后背的肌肉 都不会做向前的动作 包括内旋 B 叫做Terraminer 大圆基 大圆基和背阔基 这两个做不做内旋 这两个肯定做内旋 对吧 大圆基背阔基 共同的动作有三个 内收 内旋 伸展 adduction middle rotation middle rotation 和extension 好 C选项 又来了小圆基 和背阔基 小圆基不做 middle rotation 所以这是不对的 最后一个 Inferspanis and Postural Delt 后三脚肌和港下肌 那么后三脚肌 港下肌 又都是我们身体后边的肌肉 所以它很难做前面的动作 那么middle rotation 又是向前的动作 也不对 这样看来 就是大圆基和背阔基 最准确 当然了 我们同学说 我肌肉的运动方式 记得滚瓜烂熟 一看就知道 他们两个是做内旋的 那更好 我们考试的时候 这个叫 一寸光阴一寸金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 你基础知识熟 答题答的顺 答题答的快 就会对那些耗费时间的题目 结成很大的一个功夫去思考 如果要每道题 你都要花很长时间去思考 不熟 那么到最后时间越紧 脑瓜越紧张 判断的失误率也就越大 好 例题十五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is the activated when swimming and using creatures and is the whitest muscle of the back? 这是说什么呀 以下哪一个肌肉 是被激活的 什么叫被激活 就是他活动 Active 就是运动活动 当什么时候啊 当什么时候啊 这是什么呀 身边词为名 游泳 当游泳和使用 cretches 这是 拐杖 游泳和使用拐杖的时候 然后呢 它是what is the muscle of the back? 大家想想通过哪几个词我们就能判断出这道题被说的是什么呀 有没有特点的词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词 这道题啊 最大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关键词汇是这个 wildest muscle of the back 在身体后背部最宽大的肌肉 only one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没有别 不他 这个swimming啊 游泳肌是一个特点 但是呢 你可以做 对于游泳有这个作用的这个肌肉呢 也不只是这个背阔肌 背阔肌是最主要的 但是不only one 可是这what is the muscle of the back 可是only one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宽大的 最宽的 最宽的 你也可以 他说是最大的也是 面积最大 背阔肌 所以呢 这道题其实有两个啊 第一个主要的关键词 最宽大的 第二个 游泳肌 我们可以直接判断出来 他是背阔肌 不用考虑了 你说还分析吗 这道题 什么斜方肌啊 什么这个 腰方肌啊 三脚肌啊 还分析吗 不用分析 一看到这两个 指导方龙 就是他 所以像这种题 大家一定要 把它记准 然后最快的速度把它找出来 好 例题十六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muscles share the same fever direction as the lattice storsi 这是说什么 你像哪一个肌肉 share same 哎 分享 纤维 direction 方向 纤维方向 对 same 对 和背阔肌是相同的一个纤维方向 这道题问的是比较 不太寻常 很少有人这么问 首先我想一下这背阔肌是什么样的纤维方向 你要知道背阔肌是什么样子 它是这样的 大家记住 是这样的一个纤维方向 你看斜方肌纤维方向跟它不一样吧 对吧 共二头肌这都不一样啊 哎 背阔肌是这样的 好 我们看看这几个 零星肌 remble measure 这是零星肌的纤维方向 我们看一看 和背阔肌相同吗 哎 相反的吧 好 B呢 叫做 savarspanos 啊 这港上肌 港上肌在这 啊 显然也是不一样 因为它是 横着的 啊 C 啊 叫做savarscapulans 就是 肩甲下肌 肩甲内肌 它在里面呢 啊 里面这个肌肉 你看看啊 这个肌肉 它的个方向和我们背阔肌一样吗 也不会一样啊 也不一样 哎 大圆肌 另外一个判断方式啊 当如果要考试的时候 有这个 你不记得了 哎呀这几个肌肉的纤维方向 我真的记不清了 我记得它大概的样子啊 在什么地方 它这个纤维怎么走向 我怎么记得住 好 那么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 谁和这个背阔肌 最有可能是相似的纤维方向 就是大圆肌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俩一模一样 对吧 动作一模一样 所以最有可能纤维方向也是相同 哎 在考试当中 要熟练的运用这种判断方式 啊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在这一个方向 也有可能是相似的 当你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 或者不记的时候 哎 这是最有可能的 就选这个最有可能 最熟悉的啊 而且做题做多了 同学也会发现和被阔肌有关的 最多的一个答案 最多的一个答案 最多一个答案就是大圆肌 啊 所以它是一个考点 啊 所以当你真的 实在看不懂这道题的时候 一看到题目有背阔肌 答案有大圆肌 那你猜这大圆肌的可能性 也会比较大 啊 好 17 Which muscles contract When you put your hand in back pocket of the jeans 有同学说 上来就说这个被阔肌了 为什么 这道题跟 昨天说的一道题非常的像 啊 昨天那道题没说这个jans 啊 没说这个 牛仔裤啊 哪一个肌肉收缩的时候 当你的手啊 可以放在牛仔裤的这个后口袋 啊 我们的后裤口袋 就这个位置 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还记得 还记得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吗 我们上一道题问的是动作 啊 这道 这道题问的不是动作 这道题问的是肌肉 上道题问的是动作 内旋的动作 middle rotation 啊 这个大家记住啊 把手放在后裤口袋里面 是内旋 middle rotation 是一个动作 那么执行这个动作呢 是什么肌肉 A前三角肌 B背阔肌 C 拱二头肌 D 凶小肌 我们熟悉的背阔肌 是做内旋这个动作的啊 内旋共骨这个动作 A选项当中 前三角肌主要做区区啊 主要做区壁 主要做这个动作啊 背阔肌是可以做内旋 公二头肌呢 是 曲肩曲肘 曲肩曲肘 这是公二头肌啊 公二头肌这样 熟小肌呢 是下压肩胛骨 下压肩胛骨 肩胛骨下压 肩胛骨下压 所以 只有背阔肌 做内旋这个动作 满足了 把这个手 放在 裤子的后口袋里面 是吧 What is the What is the muscle on the back 这还用说吗 这是什么呀 什么是一个最宽的肌肉 在后背 又是only one 对吧 背阔肌 这个时候都不需要考虑 其他的像什么 这个应该是这个臀大肌 一个是这个 立状肌 还有这是什么呀 这是斜方肌 这个 串 在这 啊 大肌 立状肌 背阔肌和斜方肌 如果要是它上面加一个字 啊 加成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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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啊 就应该是谁啊 就应该是Tribezius 斜方肌啊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件事啊 就差一个字 而且这字只有两个字母 非常小啊 马达哈容易一眼就晃过去了 哪一个 那 在上背部最宽的肌肉 是斜方肌 在后背 整个后背 乃至于人的身体上 on body 最宽的肌肉 是背阔肌 啊 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 当然了这个 这么简单的题 现在出现频率已经不高了啊 但是万一碰上了 就是送分的 好 例题19 one is the whitest brotherest 他说啊 是一个最宽的 最宽的 这个brotherest 也是最宽的 像这个 英文差的同学 可以把它单独记一记啊 如果考试的时候 替换 没有给你whetest 给你一个brotherest 也是最宽 别不认识 就记住这一个字了 考试的时候 这么简单 给你一个最宽的 给你这个brotherest 完蛋啊 不认识就不小了 或者flat 而且扁的啊 叫做dorsalate muscle 平坦的 这个外侧的这个肌肉 在back trunk back 后背 哪啊 trunk是我们的躯干 躯干的后面 而且呢 是posterial to the arm 在胳膊的后面 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说法 在胳膊的后面 它是一个平坦的 哎 最宽的 这么一个肌肉 这是谁 一提到最宽的 就知道了 背阔肌 斜方肌 谁还记得这个肌肉啊 protherest 这个肌肉可能有不认识的啊 这个肌肉是 什么呀 其实这是肩膜 肾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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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spinous 这是肌肌 肌肌说的是我们 后背肌柱上 这条肌肉 好 这条肌肉 the postural muscle include elitrode spin and 它是后面的一个肌肉 啊不是后面 这是姿势型的 postural 姿势型的肌肉 姿势型的肌肉 include 包括 这个肌肉 这个叫什么呀 有人认识它 spin 脊椎 the eric 是什么 这是竖起来的竖啊 是 叫竖几肌啊 竖几肌 竖几肌就是 这些条当中的一条竖几肌啊 竖几肌 很好认的啊 他说这个姿势型的肌肉 包括竖几肌和谁 A呢 叫做 corder's number 腰方肌和 lottus mills dorsi 背阔肌 b呢 叫三脚肌和 brutal branches 三脚肌和公二统肌 c呢 叫做 patrus major 胸大肌和 salascapula 这个 肩甲下肌 后面是肩甲骨 scapula 肩甲 前面加上下 肩甲下 最后一个呢 是灵性肌 remble 和这个 leptoscapula 和肩甲体肌 在这四组当中 谁是姿势型的肌肉 这个大家记一下就行了 腰方肌和背阔肌 腰方肌和背阔肌 支撑身体的肌肉 就是姿势型的肌肉 一般四肢上 四肢上 包括上肢 这都是运动性的肌肉 姿势型的肌肉都稍微大一些 离天2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s an antagonist for anterior delay delight 哪一个是对抗 前三角肌 对抗前三角肌 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前三角肌 前三角肌主要做去flexion 这个动作 那么对抗这个动作 就应该是谁 extension extension 大家注意 这个对抗肌的概念 前三角肌做的是flexion 那么这道题问的 以下哪一个是 一个antagonist的对抗 它的对抗肌是谁 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一个 可以做extension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肌肉 我们看 ABCD 谁可以做extension A叫做什么呀 patrius the major 胸小肌 B Prius the major 胸大肌 C Luttus the major 我们的背阔肌 最后一个leptostabella 肩甲踢肌 肩甲踢肌做什么动作 这个讲过 提升肩甲骨 它和extension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背阔肌做什么动作 和extension有关系吗 有关系 背阔肌出了extension 还有另外两个动作 分别是middle rotation 和adduction 好 那么 胸大肌做什么 胸大肌主要就是flexion 做这个动作 在前面 胸小肌下压肩胛骨 所以这道题和前三角肌对抗 哪一个动作对抗 flexion和extension 这一组对抗的时候 是背阔肌 大家注意 这个 每一个肌肉 完全协同完全对抗的很少 很少 像背阔肌和大圆肌 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很多的肌肉呢 只是在某一个动作 它们形成协同 或者某一个动作 形成对抗 所以一看到这个anagonist 或者 这个 协同剂 agenist 都是由某一个动作 来界定的 并不是说 这个肌肉就肯定如何如何 一定要把这个分析 好 例天22 the widest muscles of the back 又来了 最宽的肌肉在后背是谁 闭着眼都能拿出来了 背阔肌 这个时候就不用分析了 什么大圆肌 菱形肌 小菱形肌 肩甲T肌 跟它都没关系 23 the trunus dorsi nervous inverses 这句话问的是什么 对 一看到这个胸背神经能念出来的 这肯定是复习了 昨天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复习了 没有复习的同学肯定是不认识这个 这个叫胸背神经 当然了 你要学会拼读也可以 前面是thor 是胸 thor 代表胸 dor 代表背 后面神经认识 那它就是胸背神经 顾名思义 后背和前胸的神经 就是胸背神经 这个胸背神经 支配哪里 A叫做背阔肌 B是 Ramon 小菱形肌 C呢 Leptoscapular 肩甲T肌 最后一个叫做 Termeder 大元肌 大家想想啊 这四个当中哪一个最有可能是胸背神经 所支配的 背阔肌 人家明显啊 人家叫胸背神经 这个叫背阔肌 对吧 一看这就是一家子 表亲也不会太远 所以呢 零星肌啊 肩甲T肌啊 大元肌啊 这些地方 都在这个边上呢 大元肌在这儿 啊 零星肌在里面 在这儿 肩甲T肌在上面 啊 在上面 所以 背阔肌 是胸背神经 所支配 这道题比较偏僻啊 这道题问的非常偏 很少有人看到这个 所以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万一有 啊 记住了 胸背神经和背阔肌是有关系的 类条十四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muscle as an example of a covenant muscle 以下哪一个肌肉是一个 什么呀 例子 什么样的一个例子 汇聚性的肌肉 汇聚性的肌肉 我们看一看啊 a叫做什么呀 叫做 Ceratose Ceratose 是什么 风降机 啊 风降机 风降机是这条 啊 这个叫风降机 哎 大家看这个样子 像不像汇聚性 不像啊 这一看细长条啊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汇聚性的啊 汇聚性的是什么 像个扇面一样的 叫汇聚性啊 b叫plisma 静扩机 这个 这是汇聚性的吗 这一看也不是汇聚性的 哎 很明显 这不是汇聚性 C 叫做什么 Brancer Rollins 这个是 公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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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看看这个是汇聚性的吗 也是细长条的啊 这个肯定也不是汇聚性的 所以呢 汇聚性的是贝阔机 但是呢 这个贝阔机不是仅限于only one 汇聚性的 大家想想身体当中还有什么肌肉 也可以称为汇聚性的 胸大肌也可以称为汇聚性的 这很典型的一个肌肉 你看这个啊 对吧 像个扇子一样啊 汇聚性 好 立体25 这两天很长啊 我们看一看 他说了一大句 这说的是什么呀 他说呀 有一个16岁的小小女孩啊 他来看这个医生来了 这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 胳膊胳膊有损伤 什么损伤啊 他从这个 horse bag 马背上 reading list 掉下来了 a few weeks ago 一个星期 几个星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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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上摔下来了 把胳膊摔坏了 给你介绍了一个这个事儿 好 后面 runoff motion examination indicate that cannot aduct her arm without pain 这句话问的是什么 第二句话告诉我们 他这个 运动方式 是内收胳膊 不管他疼还是不疼 能做还是不能做 我们至少确定了这一点 他在胳膊做内收的运动 最后一句话 他又重复的告诉你 以下哪一个肌肉怎么样啊 最有可能likely 涉及到这个内收疼痛和功能障碍 对吧 功能障碍 所以通过最后两句话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我们再次确定了 他问的是什么呀 内收 而且是哪里内收啊 胳膊内收 这么长的一道题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问你 什么肌肉 做胳膊的内收 疼还是不疼 他都是问这个动作 你不用太纠结啊 到底是说疼还是不疼 这个不重要 因为他答案当中啊 没有提到疼还是不疼的事 答案当中如果要是说 这个疼怎么样不疼怎么样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这道题 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能做还是不能做 没有 答案就给你四个肌肉 我们看看谁可以涉及到内收胳膊 其实也就OK了 A 叫做什么呀 他真没点 小圆鸡和 凶小鸡 小圆鸡和凶小鸡 凶小鸡 做内收胳膊吗 不做 凶小鸡主要是做 下压 他不主要做内收 小圆鸡可以辅助做内收有一点 好 B 大圆鸡 和 PLISMA 大圆鸡做不做内收 做 大圆鸡有内收 但是 PLISMA是脖子的肌肉啊 静阔鸡啊 对吧 静阔鸡在我们的脖子上啊 它和内收胳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完全充数了 好 C选项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谁啊 贝阔鸡和大圆鸡 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都可以做内收胳膊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最后这个D是什么 它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 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 港下肌和三脚肌 三脚肌做不做内收胳膊 不做 哎 三脚肌主要就三个动作啊 我们以后会讲三脚肌 三脚肌主要就三个动作 什么三个动作呀 一个是flexion 曲 前三脚肌 一个是extension 身 后三脚肌 还有一个就是 abduction 外展 中三脚肌 三脚肌分三个 前中后三个三脚肌 主要就是对照的三个动作 flexion extension 和abduction 好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我们的大圆肌和背阔肌 好 例如26 A client as the android the whale swimming which muscles does the practitioner need to treat 这是说什么 给了四个 这是什么呀 一个人怎么样 受伤 游泳 游泳受伤 哪一个肌肉 是按摩师需要治疗的 给了四个 A Certus anterior 前聚肌 B Lotsmills Dorsi 背阔肌 C Inferspinous 的港下肌 最后一个tetraminer 小连肌 一提到游泳 我们想起来了啊 谁和游泳关系密切 背阔肌 背阔肌和阔肌密切 所以游泳主要治谁 治这个背阔肌 好 最后一道题 BKRT What muscles is a synergist to the highline image 答案ABCD A 叫做 Tegian major B Tegian minor C Inferspinous D Lotus Dorsi 应该是谁呀 有同学说是A 有同学说是D 选 选A的是为什么 对 红色的是哪一个肌肉 红色的是大圆肌 Tegian major 没错 选D的同学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选D 这道题呀 人家问的是 What muscle is a synergist 什么是 Senergist 协同 一块做这个动作 highlight 是个红色的 红色的highlight 和红色的肌肉 一块做的动作的肌肉 是谁 如果要没有这张图 我相信选A同学 肯定可以认出这个 Senergist 协同 但是一看这张图 先入为主 画了大圆肌 你不就是问大圆肌吗 我就给你选 就上当了 为什么这道题我没有说答案 让大家自己选 就是看看 谁没看见这个字 Senergist 所以 无论是图题 还是我们的这个问答题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有没有这种表述状态 协同或者是对抗 如果要是有 如果要是有 千万要注意 不要上当 他就隐藏在这个题目当中 这道题呢 没有问你画着的是谁 人家问的 你是以下哪一个肌肉 ABCD选一个 和画着的这个肌肉啊 做相同动作 做协同的动作 这个时候 就应该选他的协同肌 背阔肌 经常有 这种陷阱是特别常见 特别常见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在练习的时候 如果要是适应了 偶偶知道 经常这会有坑 那么考试的时候 才能避开这个坑 所以呢 每一次练习都是一个实战啊 所以大家要谨慎对待 今天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感觉快乐 拜拜